拍这个电影是不是和之前何以生姜默的演员感觉特别不一样 因为这是当主角的 对 特别不一样 但因为其实跟主角跟配角这个就分开说 我觉得那19岁对我来说真的是完全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在演技还是在各种镜头面前 怎么样表现和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都没有接触过 对我来说我刚开始去一些特别的紧张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做错 但我还是鼓励我自己 有那种当演员的实感 对 有去上过那个表演课吗 为了这个电影 那其实我因为形成原因课没有上 但是我有去问过很多哥哥 就让他们都给我讲一讲 我应该 然后之前我也拍了成龙大哥那部电影 其实也学了一些经验 所以 其实这个电影和你其实本身差距不是很多 因为19岁嘛 总是能够想起19岁的一些事吧 我的19岁是一个比较忙碌的年龄 虽然很年轻 但是每天生活在忙碌之中 青春电影有接触过一些吗 平常喜欢看这种 其实说实话我看电影看的比较少 听音乐听的比较多 这个是真的 那 那 那青春 关于青春片的话 如果说如果让你去拍怎么去找这样的那种感觉 如果不是从电影看的话 如果不是从电影看的话 那他 这部电影其实更像是那个悬疑 也算是青春的 那更多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在悬疑里面 那说到推理的话 你喜欢看这种推级小说啊 我没看过 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看书 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只做音乐 之前和岛田庄司交流的怎么样 有什么感受 他是一个很稳重 然后其实心里特别年轻的一个爷爷 然后我跟他在交流的过程 因为其实语言还是我不会说日文 因为沟通起来还是有一些语言上的问题 那他给我的东西就是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 他真的懂很多东西 他会告诉我 教我很多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觉得自己比较困难的地方 比较困难 刚开始的话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特别难入戏 因为我第一次拍这样的电影 然后我没有见过其他的演员 然后我也没有跟女初小接触过 所以只是自己在表演的时候 可能心里还会少很多的东西 说到青春的话可能有迷茫期嘛 那你个人的话 谁是你的那种人生导师啊 这种系列的人 就是在你迷茫的时候 会跟谁去倾诉去聊 人生导师 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扛过来的 我自己在慢慢琢磨的过程中 让我慢慢长大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快速 把别人更成熟的一些东西 那我 因为我很多事情 我可能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会跟着我自己的想法去走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跟别人跟你说什么 那只是去跟你说而已 但是你如果要做行动的话 一定要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 平常比较容易听谁的意见多一些 我身边的人 身边的 对 长辈 我的team 你的team 这个电影里也有一些那个 武打的小石牛刀的部分 但是之前跟陈龙合作的那个 《铁道飞虎》的话可能就更多一些 你自己对就是说打戏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目标 或者说你是不是会特别想要接触这个打戏 对 因为我从小学武术 然后我希望我接下来的每一部电影如果拍的话 就是往动作方面走 我希望能把我的音乐跟电影带到世界 让更多人看到 因为很多国外的人喜欢看武术 喜欢看打的东西 像《成龙大哥》那样 其实《成龙大哥》拍完戏之后我感觉也很多 因为其实《成龙大哥》真的只有一个 但我觉得如果我能把音乐跟电影做好 那《黄紫桃》也只有一个 跟《成龙大哥》拍戏的话 拍这个打戏啊 大家都会说可能年轻的会需要提升啊什么 你刚刚也说自己不需要 是一直都希望这样下去 一直都希望 只要我还能动的话 因为其实拍《铁道飞虎》的时候 电影上当下就老实想让我用提升 因为他觉得太危险了 但《成龙大哥》每次听他给我们讲故事 他那个时候其实根本用不了提升 那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自己完成的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时代虽然变了 但我想说像《成龙大哥》那样 他可以自己去完成 为什么在这个年代没有 不可以有那样的人 那所以我想去用我的 就我现在还能懂 还年轻我希望能把我所有能展现出来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只要我可以做的话 我不喜欢靠别人 要不然我拍电影 我觉得拍打戏不自己上的话 就失去了那个拍打戏的意义 拍打戏会比较辛苦的 体能上 说实话 拍打戏对我来说比拍文戏更有意思 真的 就受伤什么的 就文戏可能 因为我比较好动 而拍打戏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更喜欢 可以激发那种 就很爽 对很爽 拍打戏的 有受伤吗 我拍完十九岁 那一天的时候 浑身都是伤 那就第二天起来 动都动不了了 不会有人担心这个问题吗 就如果是你要坚持的话 可能总是要带伤坚持 肯定会担心 包括导演坚持都会担心 但我觉得 他们的好我都知道 但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想要做 你现在等于是全面发展的感觉 又是唱歌又是拍戏 拍戏方面是专门去学习的 有时间应该会去看 在网上看一些东西吧 但是 学的话 有机会我会考虑进修一下 进修 进修哪一方面 就是演技吧 因为我觉得我演技上可能会 虽然自然 但是我觉得还是缺乏了很多专业性的东西 如果能把那一方面的东西再巩固一下的话 我觉得可以更好 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时间去巩固 它才会变好 那歌手方面 歌手方面有目标吗 那歌手方面我就比较有自信 我希望我的音乐 我的CPOP 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中文歌 这是我的梦想 其实现在也一直在做 其实我觉得你的那个rap 你进步了很多 谢谢 你之前 你有特殊去学习 我其实每天都在唱rap 练rap 写rap 那很多人都会去看我以前写的东西 那我只能说他们一直活在我的过去 因为每一个人不管学什么东西 都是从最不好到好的 那所以当我在练的时候 肯定是从不好到好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很多人看到都是我以前在努力练习的时候出的不好的东西 他没有去真正了解我看我现在好的东西 那以后十年以后我还会更进步 可能别人就会听我现在的东西 对 有跟国外的音乐人一起合作吗 跟他们合作的话 是不是就觉得世界还蛮大的 他们 也没这么看 这次我跟那个威斯克利芳合作 就唱Ceo Game里面的那个 那其实我 他听了我的音乐 他在现场跟我说他很喜欢我的音乐 那我想说 不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用钱买的 那当一个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rapper 在世界各地 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 但他在世界各地我也特别喜欢他 那当他跟我说说他很喜欢这个音乐 才跟我合作的时候 我的内心其实真的特别的很兴奋 他是听到一个demo还是什么 他听到了我写完的 因为他future我这首rap 他是先听完我写的部分 第二段跟第三段 然后他才会接受 这首来future这首歌 那他在现场我拍MV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首歌 他没有想到过 中文可以唱出这样的感觉 这他亲口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我很骄傲 你明白吗 因为中文歌 中文的rap 他懂这个歌词那些的意思吗 他完全懂 他看了 有人给他反应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因为我是中文人 我在唱中文歌 他说他喜欢中文的rap 这就是已经离我的梦想 慢慢更近了 其实这张专辑 你自己是还蛮满的 你的新的作品 其实说实话 我这张专辑 比上一张要满意很多 因为其实上一张专辑 准备的比较仓促 那包括我写的歌 写的词 包括选帅 就用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准到最后的时候 录的时间 跟拍MV的时间 就变得特别紧 然后特别的少 所以这张专辑准备的 还是表冲的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 都是那个时候做完 又进行修改 因为我那时候写了特别多的东西 但是你没办法一张专辑 自己可能想出迷你了嘛 就只能放四五首 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歌 攒在我的email里面 编曲那些 节奏那些 是你跟着一起做的 我的所有的 你听到的旋律和rap 都是我自己写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做trap 所以就是伴奏 但是所以我没法参与编曲 我只能去写melody跟rap 所以做此作曲都是我 制作人是Daryl 谢谢 其实你最近有一首歌 争议蛮大 你也知道 我知道Other Grand King 但我个人嘛 我先说我个人的小话 我觉得这首歌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谢谢 也没有特别大的争 也就是我个人觉得 没有特别大的 怎么讲 就是他们觉得有个争 那我其实刚才也说了 我说其实一首歌 一个音乐 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年 或者可能十年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变化 那我可能现在做的东西 大家可能对rap 不是特别的了解 或者是他没有听过我这样的rap 那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会有抵触的心理 特别是我写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你比较直接 那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想 但是我想 那如果我一直坚持做的话 会有更多人来喜欢这样风格的东西 所以我想慢慢来吧 可能很多人不会刚开始一向接触 这样的音乐风格和这样的词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们真正的用内心去看这些词 去体会这个词的话 它里面其实是有意义的 那hiphop 在海外来说 其实比我歌词更怎样的 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 我算是国内第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中文唱出来的歌词和音乐唱出来的歌词 可能 对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 因为我可能练习的原因 我接触的音乐风格比较多 我从中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风格 我能够唱中文的时候 我能够找到那种感觉 我也是慢慢的在增加自信 而且你看我说那些歌词的时候 就别说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那些包括衣服 其实它很多都是 这其实算是rap的一个文化 但是很多东西 它要对最后的一个字 你明白吗 那对最后一个字 不是你想写什么内容都可以写的 而且rap 如果你写那种正能量 你不能用那样的track 就你要换这个风格 那那样的track 就要配这样的词 这首歌才会有它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就写了 我也不怕 其实我知道这首歌出来 肯定 工作人员有提醒你 你的team肯定会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 你如果人喜欢 那就真的是喜欢 那你不喜欢我也无所谓 那这个歌词的 就是说创作背景有吗 为什么会写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 我看过一个访谈 但我就要比较概括的跟你说 跟那个访谈点像 那其实这首歌 我给Viscliff听了 他觉得特别好听 我也觉得很欣慰 但是这首歌创作来源 灵感其实就是因为 可能是我对一些之前黑我 或者是一些断章取义的那些人 想要回击的一个东西 因为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从来不去理会 虽然我不在乎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换成我的动力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所以我在演唱会说 你们不要挺 继续黑我 不要轻包 勾带 你们随便 因为我觉得这样 就会让我有更大的动力去写一些东西 就包括我现在还写了很多Raps 在我书记里面 网友会探究吗 比如说看到说有几亿的零化钱啊 就会想 是不是真的有 他很多东西其实 不是说你就算 比如说我是个乞丐 但我是个Rapper 我玩Hiphop 我随便写什么东西 我写我住我整个城市都是我了 那整个城市的女人都是我了 我就是有很多的钱 我怎么花都花不完 一辈子都花不完 Empire 对啊我是乞丐 我也可以这样写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写 只是为什么你们不写呢 对不对 那想说的话你不敢说 我觉得就已经 可能大家都觉得我说我会被骂子吗 就所以都不去写 就像音乐一样 他们觉得音乐不赚钱 就都不会去做 这就是我觉得很 而且我现在23岁 我想要做想要说想要写东西 不做我会后悔 什么年龄我觉得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又没有杀人放火犯什么错 我为什么要去在意他们 对吧 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大家可能对之前的黄泽涛已经有一个比较立体的印象 可能他们就需要一个过程去了解你之后做的 你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 所以我都不说话用作品 所以我写音乐 拍电影 上综艺 就其实都是在让大家了解一个新的我吧 可能我自己不会去看我的过去 但很多的人会去回味我的过去 谢谢你们 其实你也说到蛮多专艺 我们再说这个专辑的专艺好了 在久之前还有一个跟专辑有关的争论 就是你那个文案 对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这个事 我一定不会让他这么写 因为现在所有的文案 那可能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 我会先写 就我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 他们只要一 window 音乐的问题 我绝对一分钟 我可能我在拍戏 我说不好意思导演 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因为导演他们都很了解我 他不会省我的钱 会给我一分钟 因为他们知道 音乐对我的重要性 我会立马写完完 以后给他们发回去 然后他们确认完了 以后再给我看 然后最后我确认OK了 他们才会把他发上去 其实音乐部分 自己是成功的 我是兼职 我是总监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之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好像你都是一个被黑的状态 然后从一直被黑 然后到现在是不是心态上 已经有了一个质的转变 那其实我觉得 这也许是老天的一个安排 你知道为什么 老天也让你走这个路线 没有 因为我觉得 那去年我回来以后 我一直在拍东西 拍电影干什么 积攒了很多的作品 那可能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人黑我的话 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 认识我 知道我叫黄子涛 他们可能不会去听我的歌 不会去看我的综艺 那之所以有那些人来黑我 他们把我炒火了呀 所以有更多人来关注我 那今年我 我又慢慢的用我的作品 在跟他们交谈 我也看到有很多人 从慢慢黑我 变成了我的粉丝 这也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因为我觉得 你不管什么任何的事情 就像一个弹簧 你把它压到最底下的时候 他有一天一定会弹起来 我觉得他会弹起来 而且我觉得老天是长眼的 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算那别人再怎么黑你 我不需要去解释 因为老天是公平的 你被黑了 他一定会给你相同的 相同的报仇 这个我从来不会去解释 赛翁始码言之非复 其实就是说 可能大家会对 如何去控制自己的社交辞令 这些会比较在乎 希望明星说的话都是 比较美好或者说修训过的 太假了 我不喜欢官方的东西 我喜欢做我自己 每一个人做什么东西 每一个明星都做一样的 我觉得真的很没有意思 你不敢说自己想要说的话 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活的很没有意义 明星也是 你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没有义务要去天天说好话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其实明星应该把自己的本质工作上做 对啊 就我自由很努力的工作 最近好像又有一件比较争取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 什么 演唱会有关 可能有人在演唱会上放欢迎带吧 这个工作是到时候会解释的 是吧 好像就总是微博上 我感觉就是微博上有很多这样的心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说我的名字 就一定会有人去看他的微博 所以这跟你不玩微博有原因 这根本没有 因为我是说实话 我有一个习惯 我微信用了五年里面只有237个人 你要看吗 我用了五年 我社交圈子真的很小 我只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以前用QO空间啊 或者是用什么东西 用手机啊 我会去删 那我觉得到一定 就包括我看我的房间不爽 我家太乱了 那我就一定要收拾 所以我要清理我的微博 因为我觉得微博太多广告 我不喜欢那样的微博 我喜欢像我的Instagram那样很干净 就直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给我的粉丝看 不会说觉得微博可能有很多言论是不太友善 不会不 我天天看 我看粉丝发的照片 说什么东西 然后我出歌的话 我会关注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 就粉丝的 因为有粉丝有骂的 那你看比如说一个评论到五万 那你如果只有两万的粉丝来喜欢你 那你只有两万的评论 那之所以有了那三万的骂我的人 那我评论到五万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骂你的好玩的那些东西是 就我觉得他们用那个我不会轻易的勾带这个特别好 那我rap里面写的那个 你们没资格用我创造的勾带 那其实只是一个 就因为rap rap 就写进去好玩 我觉得我觉得是挺好玩的 欢迎大家用 你可以用 随便有没有版权 我不收版权 表情包也是 只要你喜欢 我自己也会用 我手机包里面有我那个勾带的那个 纸子的那个 对 好像很多人已经辨论 就是说 他们的表情包会有 会有这么一部分 对 我看我 即好像有一个表情包 不知道谁的微博 好像有三十一万的粉丝 我觉得挺厉害 你都得跟他说 你看 我都给你长这么多粉 然后 就 我不会说话勾带那个 其实写的也是写给很多 就是当时一直说黑文 那些人 对 现在就很看淡这些感觉 黑粉和真正支持的粉 其实都是粉 其实 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别人骂我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不重要 明白吗 对我而言 我身边的这些人 那我的好朋友 我的家人 才是我应该把 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人 才值得我去放 那以外的人 我根本认识不是见也没见 我为什么要去宰 你随便骂我 你骂我 你骂我能怎么样 之前的家人可能说还是为站出来 为你去做一些事情 现在就更多的往后退 他们就不怎么看这些东西 他们也从来不跟我提 他们会不会紧张 我也不会让他们去看 对 他们不紧张 我妈说 你看这又有人说 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的 看得开 你明白 就无所谓 本来就不重要 让他骂骂 他骂 我妈又说 骂你啊 骂去呗 就这样 我还能说什么 那现在休闲时间都是用来干嘛 工作忙的吗 没有休闲时间 没有休闲时间 你想想我今天晚上做威力去韩国 我就是只是去为了吃一个 想吃的那个韩国泡菜锅和一个鸡 炸鸡 吃完了我第二天下午就直接坐飞机再回来 就有时候只能用这样一点的时间去做一些我想做 那拍戏数其实还好 因为我带电脑我可以去写词 那时间会过得特别的快 其他时间我回到北京 半年回来一次 这次回来是半年了 我冬天过着夏天 夏天过着冬天 每天都没讨厌 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有时候到底在哪 我可能有时候睡了一觉在吃上其他 到了另一天 就感觉整个中国哪都是我家一样 哪的酒店都特别熟 哪的酒店 就是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的一个感觉 你不会去想那个过程 那个中间坐车坐飞机的过程 就是在酒店 那想吃家里做的菜啊那些 今天吃了很多 今天吃了 就得专门带到现场来给你吃 我其实吃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有吃的就行 因为人的需求本来就特别的简单 人活着就是吃跟喝 保住生命 你其他多余的都其实每一个都是需求 现在的社会那么发达 都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野心 那社会的发达让人类变得懒惰 一个电话全都上门 以前我们都用脚走路 人其实现在在慢慢的退化 那之前也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吗 都在那边干吗 写音乐 我到美国第一天待着时差 我用两个小时写出了Ada 那时候我花两个小时写出来 然后之后就每天写歌写词 有一些歌是边写边录的 然后拍MV 然后最后剩下几天去了Vivans 然后带我妈一个 感觉把自己逼得很紧张 那这已经成为我一种生活习惯 如果我改变我自己 我可能会不习惯很放松的生活 也许等我老了动不了以后 我觉得现在去拼是值得 有很多人成功不了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只去想 他们不会去做 甚至有时候做着做 觉得太困难就放弃了 甚至有些人刚做的时候 我自己做不了 做不到 所以没有去尝试 或者说尝试就放弃了 这样就成功不了了 所以就算我失败了 我一样会爬起来 我从不害怕跌倒到一场面 这是ZERO的理念 我写的 那从某种程度上来 其实没有多少负面的能量 你的言辞啊这些都还挺正面的 你的想法都还挺正面的 很多东西都是 你可能看到截图的一些东西 那前面这句话跟后面那句话 你仔细连起来看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很多都是 只把前面那句话拿出来给你看 那别人就当然觉得有问题了 现在回过头想念 包括一个普通人遇到那种事 可能回过头还是回身体去完 而且你想我写rap 那我写的每一个歌曲 我用中文写 很多海外的粉丝都会喜欢 他们都会去听中文的歌 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那我本身就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骂我呢 是啊 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还蛮多 我搜微博的时候 还有那个以前说是黑你的黑分 然后听你的歌 然后就转 所以我会用作品去证明我自己 我写音乐 想把我说的话写在音乐里面 用旋律把它表达出来 用rap表达出来 我用电影 那可能 因为我没有影视作品 所以肯定 还能来吧 电影吗 那因为我回来时间比较晚 现在可能就一年 但我觉得我这一年真的做了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当今年三部电影出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更好的起点 那会让更多人来了解认识我 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我现在所做的一些都是为了音乐 一点都不夸张 我做任何事情我不想拍戏 我不想上总 那没办法 如果让更多人认识我的音乐 我终于在此 我就会打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